这里面集合了中国许多的演员 从刘道华开始 张寒宇到林耕心 彭于燕 包括陆寒 还有许多年轻的 最年轻的像王俊凯 15岁 还有景天 女主角景天 可以说这些所有的演员 都非常的愿意来合作 首先他们都非常忙 他们都腾出专门的时间 我们几乎是随叫随到 有时候我们整个的拍摄是不固定的 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任何时候都来 我觉得他们愿意跟我合作 愿意做一部这样的有意义的电影 所以我还是很谢谢他们 Pitro老师 他说是我的影迷 那就给我写了一封信 表示很愿意合作 从小就看我的电影 被他跟他家里一块看大红灯了 我也觉得很感动 所以我就给他特别回了一封信 那为了表示我是中国导演 我就用那个 那个黄的纸 然后用毛笔给他回了一封信 表示很愿意合作 希望我们在北京能见面 他就很高兴 然后他就我后来听他说 他把那封信 表起来 那装了镜块挂他家里头做一个纪念 虽然他一个字都看不懂 我那毛笔字也写的不是那么好 跟他合作非常愉快 他就是非常敬业 而且托尔这个人物本来是一个配角 因为他的表演和马克达蒙的这个互动吧 两个人有化学作用 所以他们这一组关系就非常的有趣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两个人之间的感觉 而且最后电影的收尾呢 仍旧回到这一组关系中 这也是我们最早剧本没有的 这实际上电影这样 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还是在于这个演员非常了不起 他演得非常好 所以他就带动了我们整个电影的一个方向 达福就不用说了 达福是非常老资格的演员 他的形象是非常能记住的 一看就是一个资深演员 他每天只要有他的戏 他都是第一个来现场 很努力很认真 一遍一遍演 有一个镜头 他要被那个涛铁追 被涛铁跑 他真的自己跑 我就说我们可能会 我们准备了提升 他不要 他就自己跑 而且都摔倒了 我们都吓了一跳 他就起来继续跑 镜头也没有中断 就是让中国人觉得美国演员是好样的 他们却对中国文化 对中国故事 对中国人是充满了敬意的 他们其实塑造的人物 都是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 这个人物有改变 这个人物呢 有发展 他们自己也认为 这样走进一个文化 去了解他 跟他们所有过去的电影都不一样 马克达蒙 实际上我在前面跟他有缘分吧 就是我前面拍那个 《精灵十三差》那个电影的时候 找过Sperable 帮我推荐过演员 其中就有他 后来就这个戏又找他 他就很 很直接 他说就非常想上这个电影 但是因为档期问题 所以 实在不行 就很遗憾 就特别当面向我们表示道歉 又过了差不多两个月 当我们这位演员发愁的时候 他突然档期又行了 他的一个电影 好像又推迟了 或者什么 突然又行了 那我就很喜出望外 我就觉得那太好了 这就是中国的缘分吧 一波三折 等于三顾毛楼吧 终于是跟他合作成了 所以他是我 本来我就是心目中的 就是他来演这个角色的 他自己是那样的一种 就是一种自然性的一种表演 也不夸张 低调 而且很内敛 就这种表演是很舒服的 他演这样的一种英雄 演这样的一个人物 是特别有意思的 因为你知道我不懂英文嘛 所以有很多戏呢 我需要跟演员来讨论 我常常就会跟他沟通 我说你觉得这块戏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怎么说 他就非常认真的就给我提供好几个方案 他说我给你演好多 可以这样说 这样说 这样说 而他经常还帮着我一块去想 女主角的这样的一些台词 大家怎么在一块搭 怎么在一块配 这段戏应该怎么做 更好 你跟他谈过以后 他演这段戏 我虽然听不懂英文 但是就觉得错不了 即便是这个人物 有时候需要一些幽默 需要一些个性的时候 他的表演都非常的舒服 动作也非常好 动作应该都是 你所有的动作 只要他能做的 他全部自己做 而且很努力射箭呀 做所有的东西 就是说全部亲力行为 就真正的好莱坞大明星吧 其实第一次这样合作的话 不光是我了 中国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是束大拇指头的 都觉得那是没话说的 而且很平易近人 我们组有很多人 就战战兢兢 战战兢兢的 想跟他照张相 有时候就冒着胆子去找他 只要开口 有求必应 人非常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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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